那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起身 经过加利雷亚 他不愿让人知道 因为他正在教训门徒 他给他们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 被人杀害 死后三天必要复活 门徒不明白这些话 又不敢问他 他们来到格法屋进了屋子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 他们都一声不响 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最大 耶稣坐下叫过十二个人来 对他们说 谁若想做第一就该做最末的 并且要做众人的仆仪 于是拉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 谁若因我的名字 接纳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就是接纳我 谁若接纳我并不是接纳我 而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听的这一段福音 是耶稣预言 他的苦难 在这里 请听他说话的方式 他在教训门徒给他们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 被人杀害 死后三天必要复活 耶稣说的这话是被动式 不是说我要去死 我要到那里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而是说我要被交在他们手中 我要被人杀死 为什么在这里用了一个被动式 这里并不是无可奈何 没有办法被人陷害 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也不是说自己不主动 不是我要决定做什么 而是突出的天主的旨意 天主要把他交在人手中 天主要他走这条苦难和十字架的路 天主要他死 好能借着死亡救赎世界 在这里耶稣要表达的是 他世事成行天父的旨意 自己完全配合 我被天主交在他们手中 所以他主动地走向耶路撒冷 并不是被动地无可奈何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天主在主导着一切 耶稣完全顺服 事实上这就是基督徒要生活的 我们每天寻求天主的旨意 无论顺境逆境 无论合乎还是相反 我们的意愿 我们的想法 如果是天主愿意的 我们接受 我们每天向耶稣学习 不是向他学习献奇迹 或者到处周游各村讲道 这个或许不是天主给我们每个人 所要求的 我们学习的是 无论你是度圣招 奉献生活 还是婚姻圣招 过家庭的日子 无论你是年轻的 还是上年纪的 我们看天主喜欢我们什么 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该问天主 你愿意我怎样生活 今天你愿意我怎样做 天主的旨意 在天主实戒 教会的规矩当中 这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你明明地违背 天主的诫命 你说哎呀 天主我这样做 你喜欢吗 那是废话 天主 天主的话很清楚 你做这个 做这个 孝敬你的父母 好好的 把天主 放在其他事情前面 花时间祈祷 然后 不要恼恨人 不要欺骗人 不要做 不合理的事情等等 像这些 很明显的是 天主的旨意 再者就是 天主的旨意 还在另外一件事上 非常的清楚 没有疑问 那就是自己的本分 自己该做的工作 一个学生 好好学习 这是天主要的 一个父亲 好好赚钱 然后照顾你的家 一个母亲 可能在家里 不能出去工作 那做好家务 不是没事了 就去聊天 就去 出去玩 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孩子 甚至有时 只是为教会服务 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家 也不是天主要的 首先 照顾好你的家 这是一个母亲的本分 是的 天主的旨意 这么清楚 我们无论年纪大小 无论男女 无论你做什么 好好问天主 每天我该怎么做 帮助我完成你的旨意 好好的 喜乐的 不是无可奈何 我只能这样做 那会活得很累 而是主动的 积极的 喜乐的 去做好 每一件事 也不只是做 而是做好 我服务别人 我好好的去服务 真的为别人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个是服务 让你服务的人 很高兴 很快乐 比如说你是一个医生 比如说你在银行上班 别人到这里来 你的客户 让他高高兴兴 而不是机械式的 反正来一个 我就慢慢腾腾的 无可奈何的 打发他走 把这个时间站满了 到点该下班了 我就走我的 不是 而是看到对方的需要 让他喜乐的 在你这里体验到你的爱 这就是福传 这就是天主的旨意 如果我们每个人这样生活 社会不就是变得很好了吗 耶稣说 谁想做大的 不一定是去做官 去管着别人 让别人都羡慕 而是去做服务员 做最小的 这正是门徒们没有懂的 他们以为谁做大的 就不用服务别人了 耶稣说不行 你们不要争着都当老大 耶稣的精神是 去看天主的旨意 服务每一个人 不是去争权夺利 如果我有权利 可能天主给了我 一项更大的服务 让我不是管这几个人 像爸爸管自己的两个孩子 妻子管好就行了 一个在社会中 在教会中 有权力的人 有权威的 那是要去服务更多的人 除了你的小家庭 是的 我们应该这样去明白 权力的意义 那是看耶稣 他怎么利用他的权力 他是主 他奉献了一切 舍弃了一切 他成为主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 是这样的 都去服务 用心的服务 喜乐的 去服务你身边的人 自然你就成为大的 将来耶稣说 你在我的果中 跟十二支派 一起审判以色列 审判全世界 你会成为最大的 因为今天就知道 照顾别人 服务别人 将来你的荣光是大的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信德 相信耶稣说的话 相信耶稣给我们的许诺 让我们怀着爱 去 在每天寻求天父的旨意 其实天父的旨意 没有别的 就是叫我们 相亲相爱 建立一种爱的文明 先从你身边的人做起 从你的工作 每天的生活做起 不是说将来 我要是有个一贯半职的 无论在社会教会中 我有了影响力 我再去做什么什么 要是那样永远 你不会做好 从今天 一天也不要错过 从今天开始 你去服务身边的人 慢慢的 你变得越来越受人尊重 越来越伟大 将来的花冠 最大的花冠 是你的 阿们 但也不说 你会这样的花冠 会议 你看到这边 我们去的花冠 在你身边 我们去的花冠